王羲之的儿子王贤之主动毁掉双腿 竟是为了不与新安公主成婚 但公主对此事的态度却让她彻底绝望 那新安公主是什么态度呢? 王贤之又为何不想当父吗?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走进这段东晋王室 说起王贤之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十分熟悉 毕竟他的父亲可是写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 王羲之的书法造诣自然不用多说了 而作为王羲之儿子的王贤之 从小也是深受父亲的影响 对书法一道十分痴迷 并且王贤之还在书法一道上展现出了卓越的天赋 年纪轻轻就已经颇有名气 当然除去书法一道外 王贤之还对读书仪式也颇为痴迷 毕竟在古代有种说法 叫做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 当然这句话还是有夸张的成分在 不过呢 按照古代的制度来说 书生的地位确实不同于常人 并且自隋朝后 科举制度的创立 也让天下读书人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在这之前 能够读书的人 出生必定是非寻常人家 晋朝本身又是一个十分风流的朝代 不少名士诞生其中 王贤之身处于这样的朝代中 自然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 再加上其父王羲之 本身就是天下有名的名士 故而王贤之受到的教育也是极好的 拥有好的教育 自身又有浓厚的兴趣 王贤之可谓是少年成名 只不过大部分读书多半还是为了做官 但王贤之读书呢 却只是为了修身养性 富有诗书气字华的气度 在王贤之的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 王贤之本人长得也是颇为俊美 故而清宪王贤之的人也不在少数 当然随着年岁渐长 王贤之的婚姻大事也摆在了面前 尽管凭借着王贤之的才学和容貌 前来说美的人不在少数 可要从中选出一个合适的却不容易 为此 身为父亲的王羲之没少操心 毕竟无论放在哪个时代来说 结婚都是十分重要的事 尤其是古代 结婚一事更讲究一个门当户对 对于婚姻对价的选择更是要慎之又慎 王贤之为此也很是头疼 和王家相匹配的家族倒是有不少 但是想从中找出一个 和王贤之脾气秉性差不多 还能够相辅相成的人就很不容易了 不过 经过一番周折后 王贤之最终还是定下了一门绝佳的亲事 王贤之几经周折 才给儿子王贤之选定亲事 他看好的儿媳究竟是哪家姑娘呢 王贤之定下的这门亲事 正是和王家门底相当的西家 值得一提的是 王贤之本人的妻子也是出自西家 因此西家的家风 王贤之也是有深刻的了解 西家这一辈仅有一个女儿 名叫西道茂 作为西家唯一的女儿 西道茂从小也是受到了极好的教育 尽管古代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实际上呢 世家大族的小姐们 诗其书画那是无一不精通 身为西家小姐的西道茂 在这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 并且西道茂为人也很是温婉 因此怎么看 怎么和王贤之相配 再加上两家人本就有姻亲关系 一旦两个小辈也成了 那不就是亲上加亲了吗 更何况 古时候的婚姻 大都讲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因此没过多久 王熙两家就为两个小辈举办了婚礼 王贤之和西道茂结婚后 二人也过得十分恩爱 毕竟两家本身就有来往 因此二人也算是熟悉 再加上西道茂 本身也是一位很有才情的女子 和王贤之也有共同话题 过而两人的小日子 那是过得十分不错 再加上王贤之虽然有官职在身 可他的心思大部分还是在文学书法上 果而二人相处的时间相对其他夫妻也是更多些 二人结为夫妻后也有过一个女儿 只是没过多久就夭折了 而在此之后也不知是不是伤了身体 两人再也没有其他孩子出生 并且二人结婚没几年后 王贤之和西家的长辈也先后离世 这也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王贤之和西道茂最亲近了 两人也是互相扶持着 彼此成为了对方唯一的支撑 在这个世上慢慢的活下去 这样的改变也使得两人的感情更加坚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应该也会从青丝如破到白发苍苍 在夕阳下笑着回溯过往的一生 然后安静且幸福的与世长辞 然而世事难料 王贤之与西道茂谁都没有料到 迫使二人感情破裂的 并不是他们之中有谁变心了 而是王贤之的财情和外貌 为他招来一朵致命的桃花 当时东晋的新安公主 看上了有妇之夫的王贤之 这样的变故 属实是谁也没有想到 王贤之被当朝公主看上 想强硬将其招为驸马 他和妻子西道茂又该何取何从呢 这个消息传到了王贤之夫妻耳中的时候 两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和恐慌 惊讶的是 好端端的新安公主为何会看上王贤之 要知道正常人都不会想要找 有妇之夫当妇吗 恐慌的是呢 在这个皇权至上的社会 新安公主作为尽简文帝 最疼爱的女儿 只要她下定决心要嫁给王贤之 那么两人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说来也是 新安公主好歹也是个公主 为何会看上王贤之呢 其实啊 这个时候的新安公主 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了 新安公主的第一任丈夫 叫还妻 为政治联姻 这意味着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 有的其实只是利益牵扯 再加上这个还妻也不是个好人 所以 新安公主的第一次婚姻 也过得十分不理想 后来还妻犯下大错 新安公主也与之合离 重新恢复单身后的新安公主 并没有对婚姻失望 而是更加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当驸马 皇帝见公主独身一人 也是心生怜爱 对公主再找驸马一事 也很是赞成 并且 新安公主已经为政治牺牲了一次 再婚呢 皇帝也就由着新安公主自己去挑选了 然而新安公主千挑万选 居然看中已经结婚的王贤之 新安公主也将自己的想法坦白给了皇帝 虽然皇帝也感到吃惊 但是公主喜欢能怎么办呢 只能同意 可公主身份尊贵 自然是不可能做妾的 于是公主想嫁给王贤之 那就只能让王贤之休妻再娶 这消息对王贤之来说 就不那么美好了 甚至王贤之为了让公主打消这个念头 还故意喝药弄残双腿 心想只要他残疾了 公主肯定就会嫌弃 可谁知 公主却直言 他喜欢的是王贤之这个人 无论王贤之变成什么样 他都会嫁给王贤之 这样一来 王贤之只能奉命修了西道帽再娶公主 被修的西道帽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依靠 最终只能去投奔自己的伯父 因此心有欲结 没过多久就凄惨离世 而奉命娶了新安公主的王贤之 也是痛苦一长 天天看着害自己和挚爱分离的罪魁祸首 在面前晃荡 自己还得恭恭敬敬地和他做夫妻 心中自然也不舒坦 并且 因为弄残双腿喝了许多药 导致他身体伤了根本 故而在他和新安公主的女儿出生两年后 就撒手人寰 在王贤之死前 曾有和尚问其一声 有没有什么要赎罪的事 王贤之也只是回答 回顾他的一生 也不记得还有什么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修掉了西道帽 可想而知 西道帽在王贤之的心里 到底有多重要 不过呢 也有另一种说法 说王贤之啊 当初只不过是作戏 毕竟能够被公主看上 可是天大的福分 于是王贤之才假装 不得不抛弃西道帽 不然为何二人离婚后 王贤之从来没有想过顾念前妻 还让西道帽 落得个凄惨离世的下场 对于王贤之和西道帽之间的故事 大家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订阅